在中法修炼的同时,还有许多磨练外力的手段,使练武者拥有一副钢筋铁骨。 这些内外尖修的方法,就是武林中常说的,内练一口气,外练筋骨皮。 三皇炮锤看似势大力臣,但却不是鲁莽的蛮力,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中,隐藏着许多泉种的玄机。 共产力讲的就是气臣丹田,这样的,他这个气劲是沉湿的。 这个力的一般的情况下,说他对方全到了以后,我呢打出沉湖力来,来将对方的这个手击落,打到他很难再有抗击力的。 三皇炮这个座,雕爪蛇身龙行虎座。 然后这个呢,这个距离,你打这后手牵的时候,可以用这。 三皇炮这个,这个前弟呢,他是一个防守,你比如说打算,我就可以防守。 但是石炮也是这个,打他说,哎,手刀脚刀。 这一搭,实际上他那,甭管多大力,已经借过来了,形成循环了。 已经形成循环了,总理的,你看,你打我,你看,已经形成循环了,是吧? 我这想打哪儿就打哪儿了,这全是我的了,是吧? 我的这一圈就在这儿了,全当我这圈就在这儿了。 我移动我这圈就在这圈上,我不移动我这圈,就是你出来哪儿就打那儿了。 还要以横错过了,用你的身体的横力,将对方激发出来。 通常这个圈使用的时候呢,一般打着,他就是,打到了这个横向倒不倒。 因为他打的是树脚。 我在这儿了,横力,真是震步眼,眼。 在那儿。 现在让我们在一场实战队练中,领悟一下操防炮锤,那迅捷耕耘的格斗技艺。 在那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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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